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上的烙印是我亲手烫上去的 毕竟我要活着换他冯家满门途径 我重生了 回到了冯家西郊水泄起火的那天 也是我上一世不幸开始的那天 恍惚间 我一起前世 我把唯一生存的机会让给了我的丈夫冯县 却看着他心人在怀 对我顾家痛下狠手 把我送给山匪 受尽侮辱 含恨死去 蜜糖才是最狠的毒药 我以为的恩爱 原来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蓄意的阴谋 可这次不一样了 我于烈焰中张狂地笑 这次我回来 就是要所有对不起我的人血债血偿 这场火灾 我的左脸额头被烧成一块黑红色的疤 触目惊心地难看 西岩城最美的女人 变成了一个人人嘲笑的丑八怪 谁都不知道 脸上的烙印是我亲手烫上去的 我既恶心冯县对我的亲近 我也恶心几个月后会出现的山匪 我必须早做打算 冯县假惺惺的对我愧疚 却只坚持不过一个月 冯家就已成亲两年 我没有身孕 老太爷身子不好 急着冯家天丁等等原因 要给冯县那妾 我冷眼看着冯县说他身不由己 说得情真意切 走之前还掉了几滴眼泪 可转眼街上盛传 冯公子意气风发地 为他心纳的妾室宁欠儿准备着奢侈婚宴 我的贴身丫鬟 紫环哭的眼眶发红 小姐 冯家太欺负人 我替根了我十五年的丫头 抹了一把眼泪 告诉她不要瞎想 养好我那些信鸽 紫环哭着去给鸽子喂食 我照着镜子 摸了摸那红褐色的疤痕 慢慢勾起了唇角 冯家那妾才好 人要是不到位 好戏怎么开场呢 宁欠儿如期进门 她娇艳如花 举着茶杯给我敬茶 态度傲慢 眼里一片嘲讽 姐姐放心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老爷的 宁家是仅次于顾家的商户 宁欠儿从小就喜欢和我比 却也是事不如我 我倾壳一声 紫环拿着一本册子 交给宁欠儿 这是家规 每个入门的妾室都应当铭记 你就在这里读 读完就可以休息 我眯眼看着宁欠儿 前世的紫环 就是被她送了人 玩弄致死 冯献引着怒气质问我 我叹了口气 老爷 我也很为难 我父亲疼我 要是被他知道 我一个正妻管不了妾室 那画的事情我怎么开口 我这画一出 宁欠儿和冯献都变了脸色 顾家富可敌国 不知怎么 冯献他们认定 顾家有一份藏宝图 藏着数不尽的财富 就藏在一幅画里 冯献想让我从父亲那里 借话出来 我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她这么执着 果然 这话才是冯献取我的原因 只恨我明白的太迟 什么深情 都是笑话 下一秒 冯献挤出一个笑 说的也是 夫人管教妾事 也是应该的 在她身后 我眼尖地看到 宁欠儿脸上的怨队 我轻轻一笑 离开了这里 身后传来 宁欠儿不甘愿的宋读声 冯献跟着我 似乎是怕我生气 我却找借口在门口 就把她挡了回去 转头思索起来 怎么能住得离她远一点 这一晚 可以睡个好觉了 西岩城位于几个国家之间 这里鱼龙混杂 势力盘根错节 一向由城主管理 冯献的父亲冯德元 就是这一代城主 而我则是西岩城 第一富商顾家的女儿 我不顾父母反对 嫁给了冯献 最开始也曾人人称献 后来便跌入深渊 我于暗夜中勾起嘴角 今天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第二天早上请安的时候 婆母却是话里话外的提点我 想帮宁倩儿讨回公道 这么快就坐不住了 正中我下怀 我借由这件事 自请搬离目前居住的方纸院 搬到了整个冯府最偏僻的草姓院 这里靠近街道 更方便我行事 我当然没有漏掉宁倩儿脸上的得意 我微微一笑 妹妹昨天跪了那么久 都没学好规矩吗 看来是读得不清楚 需要再读一晚上吗 不知道昨晚冯献许给了她什么 今天倒是硬气起来 姐姐这么善度 也不怕说出去影响自己名声 名声? 上辈子我是因为担心自己名声 处处对她理待 可没想到自己亲手养大了自己的敌人 我摇了摇头 紧紧地盯着她 名声都是身外之物 就如你 宁家也是西岩城富商大户 不还是来给人作妾 作妾是她心里最过不去的坎 我这一刀 须得狠狠扎进她心里 宁倩儿的孝江在了脸上 露出一丝怨毒 她低下头去 我看到她的手攥紧了手帕 她这样隐忍 除了藏宝图的缘故 当然也是为了冯献 可冯献为了讨好我 不肯给她名分 这是她心里最深处的痛 婆母 草兴愿离这里颇远 而且我打算供个小佛堂 来给冯家祈福 早上就不能来请安了 说完 我没等她的回答 就行了个礼 静止离开了 我没有忽略 身后众人震惊的眼神 我知道冯家 不会在这种小事上 和我翻脸 因为我的脸 冯献也巴布得 我不要出现在她面前 只是回到草兴愿的时候 我还是忍不住回忆起了梁多过往 这里曾是我被送去山匪窝之前居住的地方 依然破败不堪 却也能时刻提醒我不敢懈怠分毫 子环骂骂咧咧的 和下人收拾屋子 中气十足 只这样的日子我就觉得满足 但这还不够 我笑了笑 坐在后面单独改造的书房里 一边思考 一边下笔 我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紧急安排人送了出去 想要对付冯家 以及冯家背后那些人 只有我是不够的 我还得求助家里 然后我把最近西岩城要发生的大事 一一书写下来 选择能利用的几个消息 放了出去 这一潭水 我要亲手搅浑 可我没料到 没过几天 我的院子里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来人一深夜行医 只露出一双桃花眼 只看这眼 就知道她英俊的不像话 但这样子 却莫名地有种熟悉感 我冷静地戴面纱披衣服起身 阁下闯入女子房间 是否不妥 面纱是我让子环准备的 面纱负面 盖住了我脸上的伤疤 也遮住了我脸上的恨 来人轻笑一声 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你倒乖叫 不叫也不喊人 我盯着她不说话 她识识然坐在我的椅子上 我不拐弯抹角 你放出的那些消息 是什么目的 我心里大惊 脸上却不显露分毫 居然这么快就有人查到了 我笑了 什么消息 我一个身宅妇人 你找错人了吧 她轻笑一声 在这寂静无人的黑夜里 分外明显 那我换个问法 顾清香 你一个身宅妇人 化名寒一先生 在外散布谣言 你打的什么主意 既然查到这么多 敷衍是敷衍不过去了 我收起笑容 那些不是谣言 北部即将打仗是真的 粮食涨价也是真的 还有即将到来的山匪 来人猛地往前 捏住了我的下巴 她将我禁锢在 她和窗户之间 声音低沉 却让人毛骨悚然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 她把我当作了什么 我只知道 我一个答不好 仇也不用报了 情急之下 我脱口而出 几年前 我有一爱慕之人 死在了山匪手下 我要给她报仇 这话真真假假 就算她去查 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诡异的是 她居然真的 就松开了手 眼睛里一片惊叉 既然作戏就做全套 我干脆指了 指窗外的歌笼 里面有只鸽子 就是她送我的信物 你不信 可以自己去查 说完 我心里就有些愧疚 那少年估计早就死了 我留着这鸽子 也只是为了掩饰 我和家里联系的事情 半赏 她轻声道 原来如此 我怀疑地看着她 这人可真是古怪 临走前 她来到了我的信鸽面前 伸出手轻轻逗弄了一下 养得不错 她漫不经心地说道 放心吧 你做得挺隐蔽 能查到是因为我 没有别人知道 我这才松了口气 朝她微微一扶 她只起身 不过 你最好别让我查到什么别的 下一秒 就消失在了院墙上 第二天 一早 我找来子环 亲自挑选了几个 身轻力状的护院 草姓院虽然隐蔽 确实不太安全 让人来去 如入无人之境这事 可不能有下一次了 一切都安排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我之前 买通了门口的小丝 让它事无巨细 把每天的反常之事 统统报上来 本意是为了抓到 缝线的把柄 没想到 却抓住了宁倩儿 宁倩儿 每三天借口烧香祈福 去清心寺一趟 门口的小丝连着观察了几天 确认了财报过来 我直觉不对劲 就找了几个功夫不错的护院 跟着去了一次 这几个护院回来的时候 表情都不太对劲 思通可是大罪 而且他们还把那个男人的身份 查了出来 花绵柳素的王家少爷 王友诚 和冯献正是一同长大的好友 我就说 前一世王友诚 怎么总是替宁倩儿说话 想必被地里也没少和冯献贬低我 使他和我离心 只是这么大一顶绿帽子 怎么才能让冯献戴得精彩呢 我展颜笑了起来 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这一出戏演起来 可就热闹了 我用鸽子传信 偷偷约了家里人在清新寺见面 让他们务必把宁倩儿的家人也约上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我去见了冯母 明天就是初一了 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去清新寺烧香 冯母还在记恨我的自作主张 偏偏初一烧香 是冯家的传统 她也不能说什么 只说要把宁倩儿带在身边伺候 这种正式场合 身边带着正经儿媳 才是各家心照不宣的规矩 冯母的打算我明白 就是要打我的脸 宁倩儿顿时一满志德地看着我 她带的小丫头也轻蔑地看着我 自还气不过又要前去理论 被我一拉停住了脚步 只恨恨地瞪着那几个丫头 而我偏偏求之不得 这样一来正好方便我行动 走出冯母居住的小院 我正好路过我以前住的方志园 却看到有一众仆人正在往里面搬东西 他们见了我过来 都停下来尴尬地行礼 我温声道 都是宁倩儿的东西 有人嫩嫩硬是 看他们的样子 生怕我一发火 发落了他们 可我怎么会呢 继续搬吧 今天是个好日子 说完我就离开了 这一刻 我只庆幸 我脸上戴着面纱 才没有被人看到 我脸上的笑容 想来 冯县是真的喜欢宁倩儿 为了稳住他 连我的方志园都给了他 搬吧 就让宁倩儿以为能够代替 我在冯家的位置 他被捧得越高 跌下来的时候才越惨 说实话 我也很期待冯县明天的表现呢 车轮滚滚 一大早 我们就到了清新寺 人间四月方飞进 山寺桃花史盛开 我远远地看着后山的桃林 只觉得美轮美奂 我恍惚想起 我年少时 也曾经乐于美景中游览 只是后来 后来我把自己困于冯家的一余 日日祈求着别人的恋爱 却不知道 爱都是自己给予自己的 从来祈求不来 还好我有了一次重来的机会 还好我能清醒地活一回 我定了定神 上前去询问小师傅 给我们安排休息的包厢 然后就借口去找大师 带着子环到了后山 远远地 我就看到弟弟顾清岩 已经等在了那里 顾清岩长相英俊 却高大结实 为人却赤臣不善心计 前世也是因为他为了救我 听信了冯县的谎话 将我顾家置于风口浪尖 散尽家财 一朝覆灭 还好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收敛了心神 强压住心里的酸涩 顾清岩一看到我就眼前一亮 他迎了过来 却在看到我脸上的面纱时 脸色陡然一变 姐姐 你怎么戴着面纱 难道传闻是真的 我笑着握住了他的手 顾清岩把话憋了回去 他一脸的愤怒 就要去找冯家理论 但还是被我拉住了 你就不想知道 我叫你来什么事 顾清岩还是一脸愤愤 你说 说完我就去揍那个傅心汉 如此被人在意 我哪里能不动容 可是正是要紧 我连忙说道 哪里用得着你出手 办好我交代给你的事 你就等着看戏吧 说完 我就把计划讲给他听 顾清岩一脸的惊诧 姐 你真的 我微微垂下眼眸 轻声却笃定地说道 我定要逢家灭亡 我明白了 顾清岩终于明白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 他忙不迭地回去 安排了 我知道他还不理解 我对冯家的仇恨 是哪里来的 但他愿意 无条件地信我 这就足够了 我在桃林中站立片刻 感受着这迟来的春日和花香 还不知道我下次来 是多久之后了 我心里正有点惋惜 却突然听到了不远处似乎别的声音 出于警惕 我打算过去看看 紫环却有些担忧 该不会是什么猛兽吧 我摇了摇头 就算是猛兽我也得去看看 我不能有一丝一毫的 可能让我的事情泄露 可当我扒开草丛 最先看到的便是一道寒光 紧接着 我就被人拖进了草丛 紫环还没来得及呼救 就已经倒在了一边 我心里大惊 这么强悍的功夫 我几乎没有见过 但我看着横在自己脖子上的匕首 还是强自镇定地问道 大侠 我和我的侍女都没有看过你的脸 你放过我们 想要什么 我一定会满足你 我能感受到身后之人的炙热呼吸 还有一阵阵的血腥味 我又补充道 我的荷包里有草药 你需要的话 也可以止血 我知道光凭我自己的力量 和它无法抗衡 因为那人的手很稳 即使失血这么多 也不见他有一丝的颤抖 我有药 但是我需要有人包扎 你带针线了吗 他漫不经心地说着 我心里却顿时掀起了一阵波澜 这人的声音我并不陌生 不久之前我正听过 我从来没有想过 光天化日之下 我竟然在给别的男人脱衣服 准备缝合伤口 不过为了留下我的命去复仇 也不由得我愿不愿意 这个能够自由出入我院子的男人 他的实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悍 也不知道他后腰这条皮肉外翻 证明可怕的伤口是什么人造成的 我现在只能听命行事 我几乎是强忍着害怕的感觉 在给他缝合伤口 我做过很多衣服 缝合皮肉还是第一次 我断断续续地深呼吸 偶尔有几下下手 没了轻重 也不见他哼一声 只有紧绷的肌肉在诉说着一切 等到缝合结束的时候 我额头已经有了一片冷汗 我接过他递来的药 给他撒好包扎好 我擦了擦汗 等待着他对我的判决 而那双桃花眼微微眯着 似乎在评估着我的下场 沉默是最恐怖的 多一份沉默 我就可能有个凄惨的下场 我的仇人还没有解决 我总不能死在这里 我横了横心 跪倒在地 只要你放过我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只要不妨碍我报仇 我的话似乎取悦了他 他痴笑一声 你 对付山匪 他还记得我当时编的谎话 想到那个少年 我心里满是感慨 我与他只有过一面之缘 他却多次帮了我 看在你给我缝合伤口 没晕的份上 你可别让我失望 说完 他几个起落间 竟然离开了 我呆呆地望着他离开的方向 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能来去自如 这个男人 真的可怕 突然 一声 被忧让我收回了思绪 原来是子还醒了 我一看日头惊觉 已经不早了 我收拾好情绪 连忙带着子还 往回走 小姐 你腿上有血迹 我低头一看 心里一沉 我腿上有血迹 再加上消失了这么久 如果有人要做文章的话 我嘱咐子还 无论我做什么 你都不要出声 听到没有 子还连忙用手捂住了嘴来 表示坚决 我心一横 就往一边的小土坡 下面滚下去 我已经观察好了 下面正好有一棵树 腿上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 我忍着疼 是一子还下来扶我 他捂着嘴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小姐 你这是何苦 我垂下眼眸 你别哭 不疼的 是啊 这和我后来忍受的折磨相比 怎么能算疼呢 等到子还 搀扶着我回去的时候 我们暂住的小院 已经乱成了一团 冯母正被人搀扶着出来 急匆匆往外走 只在路过我的时候 冷哼了一声 她都没时间责怪我 看来事情很紧急了 我微微一笑 旁边跟着她的婆子 连忙请我一起去 我装作焦急地问道 这是出什么事了 怎么不见夫君 婆子支支吾吾地说着出事了 叫我赶紧跟着去 子还喊道 您的伤口还没看过医生 夫君要紧 我们先去看看 说着我们就跟了上去 我们来到了一个偏院 只是我还没进门去 就听到了一声凄惨的叫声 是冯母的声音 我心一沉 和子环走了进去 门口有冯家的小思想要拦着我 却被我呵斥了下去 一进门 我便闻到了一阵浓重的血腥味 在网里时 只见冯母爹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 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而床边不断颤抖的是冯县 她的脚边还落着一把剑 床上有一大滩血迹 还有两具白花花的身体 正是宁倩儿和王有才 只是不知死活 这场面 一看便知发生了什么 我没想到 事情竟然如此顺利 我刚捂住嘴 扶住了旁边的椅子 很快 外面响起了交谈的声音 这里风景倒是颇为雅致 适合谈事情 宁兄 请 房间里死一片的安静 只有平线断断续续的声音 宁倩儿不是我杀的 他们不是我杀的 宁倩儿不是我杀的 他们不是我杀的 快 关好门 别让他们进来 冯母眼睛通红地扑了过去 想要捂住冯倩的嘴 但是已经迟了 这不是冯家的人吗 进去打个招呼 说着 门口已经有人走了进来 冯倩自己正开了他 大叫着 在每个人面前狂喊着 直到走到了一个眼神 英智的年轻人面前 宁倩儿的哥哥 宁伟家 宁倩儿不是我杀的 他们不是我杀的 我忍不住都要拍手称快了 冯倩这么一喊 给我省了多少事 我知道宁伟家有多疼爱宁倩儿 在宁倩儿嫁给冯倩作妾之后 为了给宁倩儿称妖 就要毁掉我的娘家 她没少联合那些大的商人 对付顾家 更没少给冯倩出主意 所以在顾家覆灭这件事情 他们宁家也算是主谋 宁伟家目自欲裂 他急忙冲进去 先是怒吼了几声 然后就抓着冯倩 一拳一拳往死里奏 狗咬狗的戏马 我看得愉快 最后还是一群家丁上去 才阻止了宁伟家下死守 一阵骚臭味传来 冯倩竟然尿了裤子 狼狈不堪 宁伟家脸上阴沉得 几乎能滴出水来 他带走了宁倩儿 扬言要给冯家好看 冯母爹坐在地上哭天枪地 这里乱成一片 我扮演着一个合格的儿媳 找了个僧人来给王友成诊治 万幸的是他只是伤了腿 性命无余 和死透了的宁倩儿相比 他是幸运得多 冯家派人把王友成也送了回去 然后一群人急急忙忙 就想往回走 这个时候 冯母终于缓过神来 她像是一瞬间老了十岁 表情阴沉地看着我 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她终是怀疑到我身上来了 我擦了擦眼角 硬挤出的泪 微微一浮身 我在找青毁大师 我想求一支签 只是半路跌了一下 回来得有些迟 说着 我当着她的面 让到来的僧人也给我查看了一下 这时候 我的腿已经肿得很高 甚至还流着血 看起来凄惨极了 冯母终士没有说什么 挥挥手冷声道 准备回府 今天正好是宁茜儿和王友诚 约好见面的日子 我让顾清言找人 约宁伟家在这里谈生意 再找个假的僧人 找个借口 带逢献过来休息 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只是我在离开的时候 听到马车外有人 喊青毁大师 这时候一阵风吹来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 挺拔而立的身影 原来他这么年轻啊 冯家虽然是西岩城的一大势力 但并没有到一手遮天的地步 宁家和王家接下来的纠缠 让冯家分心无力 他们企图保住冯线 但是宁家竟然一副豁出去了的样子 我去看望冯线 短短几日 他已经瘦成了皮包骨 原本风流的外表 也变得憔悴苍白 脸颊和眼眶都凹陷了下去 似乎见了鬼一样 宁倩儿死在他手上 他可不是夜夜做梦吗 冯线已经认不出来人了 一会哭一会笑 激动的时候 直接尿在了床上 连伺候他的丫鬟都不耐烦了 没给他一个好脸色 可惜隔壁的方指缘 宁倩儿一晚也没睡上 有下人来说老爷找我有事 我心到来了 然后就跟着去了 我知道冯德祥要和我说什么 他们失去了宁家的财力支持 还是得求我们顾家 不管他有什么要求 我都硬了下来 俨然一副以夫家为大的样子 走出院子的时候 我看着平家这片四角的天空 微微一笑 财力支持自然是要些时日的 而平家还能不能等到 是另外一回事 这事情也是时候 加一把火了 宁倩儿和人私通的事情 也不知道是被谁传了出去 一时间众说纷纭 宁倩儿被拿来当谈资 话里话外都难听得要命 听说宁伟家暴怒 和人当场打了起来 却被冯德祥判了五十大板 这天夜里下起了暴雨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没有睡意 突然一道惊雷响起 几乎照亮了整个天地 突然 一声尖叫声 划破了夜空 整个冯府开始骚乱起来 我听到似乎有人在呼喊着什么 子环打开门 风雨顿时飘了进来 还有吓人撕心裂肺的喊声 少爷死了 这个清晨 冯倩和王友诚分别死在了 他们的院子里 听说死状极惨 连拼起来都花了一番功夫 我听闻这个消息就吓晕了过去 然后一病不起 我听说宁伟家被抓住的时候 正在逃跑的路上 宁家最后耗尽了家才保住了宁伟家的性命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以冯家人的贪婪无情 这样的后果不难想象 但却是方便了我 而我因为冯家对冯献的无情愤愤不平 不顾病体 毅然离家 执意去倾心四位 冯献守灵 世人赞我忠贞 冯家人对此也奈何不得 而离开冯家 只是我计划的一环罢了 只是我没有想到 清新寺还有意外在等着我 我看着清悔大师 怎么都觉得怪异 他身形高大挺拔 虽然长了一双桃花眼 却眉目淡然 桃花眼 我陡然一惊 他却微笑何时 顾诗主且安心住下 有什么困难都可找贫僧 我惊疑不定地和子环 去了小院里 子环还在感慨 清悔大师居然这么年轻 这么好看 这么平易近人 我还以为是个古板的老头子 我听得头疼 揉了揉眉心轻声喝赤道 闭嘴 突如其来的这个变数 让我彻夜难眠 我悄悄来到了院子里的歌笼旁边 摸着他们的羽毛 我才稍微有了些安慰 这个清悔大师 来历成谜身份成谜 目的成谜 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总是压迫感极强 我心里还是不安 可目前我也没有别的去处 突然 旁边传来了一声轻笑 顾诗主是因为我睡不着 我一惊 清悔大师不知道 什么时候竟然来了 他就站在月光下 目光微动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纵然我知道他有所图谋 但在这一瞬间 我还是愣住了 我竟然分不清是因为月色 还是他的容貌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后退了一步 规规矩矩的行礼 多谢大师 他挑了挑眉 你不用这么害怕 我和你的目的是一样的 山匪 我惊讶地看着他 这似乎不是一个出家人该做的事 顾清香 谁说我是出家人了 他静静地看着我 你可以叫我李清辉 你这一出连环剂效果不错 或许我们将来可以合作 他都知道了 我惊讶抬头 却正好一阵风吹来 掀开了我的面纱 我看到他微微皱了皱眉 快得几乎是我的错觉一般 他转身往外走去 你就放心住在这里 不会有人找你麻烦 做事前最好和我说一声 这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回几年前的春天 也是一片桃花林 零星的山匪路过 我被一个拎着鸽子的男孩救了 他把我藏了起来 自己引开了山匪 我再没有见过他 也不知他的死活 除了那只鸽子 就像是一场梦 这个梦我做过很多次 可这次我却看清楚了他的眼睛 那是一双桃花眼 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盒子 还有一张字条 字迹潦草豪放 每日两次 用于驱除疤痕 我一正 随即哑然失笑 这个李清辉 可真是个怪人 我下意识地把膏药 往脸上抹去 正好被拎着石盒 回来的子环看见 小姐 你在涂什么 膏药啊 看着子环不可思议的眼神 我自己也愣住了 小姐 你不是说不智了吗 我当初求你你都不答应 是啊 我为什么突然就想治了 我看着眼前的盒子 说不出话来 既然想不通 干脆就不想了 我换了男装 以韩依先生的名字 开始处理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去顾家 说服父亲接受我的计划 而我之前放出去的那些消息 终于有了作用 各大商家开始囤粮不卖 等着战乱来临 这个时候 顾家的粮仓 却开始按人头 免费发放粮食和衣物 俨然一副要把家当败光的样子 这种几乎自杀式的散财速度 很快 商会就把顾家除名 看着日历 我深深地松了口气 再过不久 就是山匪要进城的日子了 钱算什么 让顾家安全退下来才更重要 看着商会的人 在街上肆意欺辱 做小生意的百姓 我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我要把他们全部清理干净 除了报仇 也当是为百姓除害 可是这天在清新寺 我还是见到了冯母 他们听说了顾家的事情 还是坐不住了 他们心里早就已经把那份藏宝图 连同顾家的财产都看作自己的 现在我们散财的样子 可不是在割他们的肉吗 顾家那边避而不见 他们当然会来找我 我为难了好久 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图 装作真情实义地说道 你说得对 顾家自觉前路 我如今只能依靠冯家了 我冷眼看着冯家人喜悦而归 而我的复仇计划 也终于到了最后一步 看着眼前乖乖的鸽子 我还是让他把信传了出去 这封信是给山匪的 我不知道鸽子能不能活着回来 就像我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活着回来一样 我没等来山匪的回信 倒是先把李清辉等来了 他手里还拿着我的鸽子 再一看 我的信也在他手里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胆子这么大 你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了 我头一次看到 没有笑容的李清辉 和善之气荡然无存 看起来十分不好惹 但这次我没有退缩 也是 他的目标既然是山匪 肯定对和他们来往的东西 严加检查 自然能看到我的信 是我疏忽了 不过 这和你貌似没有关系 我淡淡地说出这句话 怎么没关系 你这样做会破坏我的计划 李清辉冷笑一声 让我来猜猜你想做什么 散尽家财的顾家 又失去了藏宝图 自然一文不明 连被人打劫的价值都没有 自然可保无余 商会囤积了西岩城所有的粮食 山匪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要挨饿了 自然会进城来掠夺 各大商家会无疑幸免 这时候如果有人把藏宝图的消息 再告诉山匪 他们会不会顺便灭了冯家 让我猜猜 这个人选不能是随便什么人 必须要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人 顾家的女儿 同时又是冯家的儿媳 顾清香 你是最合适的 我微微一笑 毫不退让 那又如何 我这么做 不也是帮你吗 这时候的我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 我笃定李清辉不会放过这么优厚的条件 李清辉终于笑了 看样子是气笑的 对 然后你在藏宝图绘制的地方埋上火药 把山匪也一网打尽 那你呢 你想过你自己吗 我微微一正 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我以为我做得足够隐蔽 我当然知道向山匪提供消息 就是与虎谋皮 但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保全了顾家 报了仇 其他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性命 似乎都没那么重要了 李清辉深深地看着我 男人还都在呢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女人去送死了 他突然伸手 我不由地往后面躲了一下 然后被他钳住了下巴 我只能看着他把面纱从我脸上摘了下来 顾清香你这个小骗子 我差点就被你骗了 如果你不在意 你的疤痕是怎么回事 我闭了闭眼睛 手慢慢地俯上了脸颊 李清辉的高耀的却好用 原本凹凸不平的疤痕 已经慢慢地变得平滑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最后的事情就由我来做吧 总不能筹谋这么久 空手而归 李清辉笑了起来 我知道我只要点头 就会彻底轻松 可我却不能退 我要伤会消失 我要平家覆灭 我要山匪一个不留 我紧紧地盯着李清辉的眼睛 只要他有一丝犹豫 我就算和他反目 也要把计划进行到底 他放开我 轻轻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 清心似只是个幌子 李清辉带我到了他真正的驻地 我看着眼前的山庄 恍然明白了 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 来往的农人各个健步如飞 就连农妇也都各个身体强健 只要多观察一会儿 就能发现他们的与众不同 我们是奉命来剿匪的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只等时机到来 本来没打算管西严城的事情 谁知道我会遇到你 李清辉洋装苦恼地叹了口气 你为什么会来剿匪 我好奇地问道 李清辉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你不是知道北部要打仗了吗 山匪占领的地方是一条交通要道 我恍然明白过来 一路上都有人好奇地看着我们 被李清辉一瞪都缩了回去 他把我和子环安顿好 然后就准备带人出发了 你们待在这里不会有危险 顾家我也暗中派人保护着 等我回来 他说着又摸了一下我的脸颊 我几乎是藤弟一下就站了起来 脸色发烫地看着他 他哈哈大笑一声 然后就出门去了 这个灯徒子 哎等等 我还没有问他为什么这么帮我 我已在门口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感到一阵心安 就像是在黑暗里 举举独行的旅人 突然找到了一盏灯 小姐 鸽子在叫了 是不是喂点吃的 子环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知道了 我就来 我笑了笑 转身回了房子 可是 我顾清香也不是躲在男人背后的女人 我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要亲眼看着这一切结束 我喂完了鸽子 换上寒衣先生的衣服 还是偷偷进了城 城里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战斗过的痕迹 我路过几大商户的时候 发现都被洗劫一空 一切都如我所料 当我站在冯家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了东倒西歪的尸体 我竟然并不觉得害怕 似乎是因为前世 最后的那段日子见得多了 我已经麻木了 我慢慢走过曾经熟悉的凋梁画洞 停在了大堂里 这里 冯德祥和冯母的尸体歪倒在地上 死不瞑目 我知道李清辉还是找人 把那封信送了出去 冯家人可能至死都想不到 他们掠夺来的财富 会给他们带来灾难 他们趋之若鹜的藏宝图 变成了他们的催命符 我燃起了一把大火 将这一切复之一具 就让这一场大火了却 我和冯家的恩怨 我来到了我设计的藏宝地 可是这里却空无一人 我检查了一下 发现我藏好的火药 已经被人拆除了 我心里一沉 我恐怕猜到了李清辉的计策 这次洗劫西岩城 山匪们倾巢而出 空巢最容易占据 反过来让山匪们 攻打自己老巢呢 想一想 他们没有找到宝藏 本来就憋着一肚紫气 又看到自己的老巢被占 还带着一堆堆的战利品 李清辉将计就计 把山匪们算计了个明白 可他不知道一点 买火药这个方法 是我和山匪们学的 山匪窝里藏着大量的火药 我闭了闭眼睛 一刻都不敢耽误 连忙往山匪窝赶去 又回到了这个几乎堪称 是我噩梦的地方 我远远地就听到了打斗声 我沿着小路连忙往山上跑去 刚好的腿伤已经在隐隐作痛 我已经顾不上了 我只求自己再快一点 早点找到李清辉 在一切无法挽回之前 直到我爬到了最高处的平地上 正好看到了李清辉 在和山匪头子战斗 李清辉的上衣 破破烂烂地挂在身上 他直接扯了下来 露出精壮锦式的上半身 还有后腰处争鸣的疤痕 战斗已经到了尾声 眼看着李清辉就要胜利了 山匪头子在节节败退 而他退过去的方向 我心里暗自焦急 我拼死往那边赶去 如果来不及阻止的话 我几乎不敢想象那个后果 引燃火药的地方 就是山中某一处的石阵下 几乎没有人会注意 而我也是前世 在他们酒醉之时听说的 我还是迟了一步 我连忙冲着李清辉喊道 杀了他 别让他上去 李清辉陡然变了脸色 你怎么来了 别管我了 杀了他 我用尽全身力气 躲开身边山匪的攻击 大声地喊着 似乎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 山匪头子已经在打火了 李清辉不再说话 从旁边的手下身上 接过来弓箭 搭建射箭一气呵成 我的心也跳到了嗓子眼 我们只有一箭的机会 这时候又有山匪朝我砍来 我已经没了躲开的力气 我闭上了眼睛 心里觉得荒唐不已 不是被炸死 就是被砍死 我来这一趟 注定是要死的 那么 我为什么拼了命地赶来 到了这个时候 我似乎隐隐听到了心里的答案 只可惜 我似乎没有说出口的机会了 这一秒无比的漫长 可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直到我听到一声破空声 什么东西从我耳边掠过 然后是利刃 划过身体的声音 我猛地睁开眼睛 攻击我的山匪 已经被一刀钉死在了地上 下一秒 一双结实的手臂扶住了我 顾清香 你找死是不是 我抬头 看到了李清辉的眼睛 他的眼睛隐隐发红 带着一抹后怕 我下意识地拍拍他的肩膀 你别怕 我没事 李清辉牢牢地把我抱在了怀里 我伸出手 回报了他 没有爆炸 我也没有死 我们都没事 真好 顾家是唯一一家 在这肠匪换礼保存下来的商家 因为其之前发凉发衣的一举 在百姓们之间有了生育 所以在百废待兴的时候 很快又重新发展起来了 西岩城没有了商会 小商人也能安心做生意 遇到困难还会得到顾家票号的帮助 虽然经历了灾难 但似乎更加繁荣了起来 李清辉剿匪结束之后 就紧急上了战场 我这才知道 他是附近庆国的将军 威望十足 当初在清新寺的伪装 也只是为了迷惑敌国的探子 他什么都没来得及给我留下 只让我等他 现在我一个人住着一栋大宅子 每天去我的票号工作 忙碌而又充实 这已经是我不敢想象的好日子了 又是一年春天 桃花开得正好 我刚从票号忙碌回来 院子里就落下了一只鸽子 我微微一笑 小家伙是不是迷路了 我忽然看到他腿上绑着一封信 我打开一看 是熟悉的潦草字体 春日花开 可缓缓归矣 我心里一动 然后我就感觉到 身后出现了一具炙热的身体 下一秒 他牢牢地孤住了我的腰 我一惊 一个蚊已经落在了我耳后 故清香 我回来了 我突然觉得 这个鸽子十分眼熟 和我当年拿回来的那一只 好像一模一样 你等等 所以当年那个救我的少年 就是你 我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李清辉 他微微一笑 如果不是你一直说你爱慕我 我才不会注意到你 所以也不会有之后的故事了吧 上天真是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难道不是你先喜欢上我的吗 不然当年你为什么救我 我摸了摸自己脸颊伤疤的位置 基本已经淡地看不出来什么了 我还是在那里画了一朵桃花 李清辉正色道 我当时只是觉得 你一个小姑娘 算了不说了 时间紧急 她一把横抱过 我就往房间里走去 我仰头看着她 只觉得她脸红起来 也很好看 我安心地窝在她的怀里 算了 只要相遇 就是最好的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